大家好,欢迎收看一喵说电影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部 公主被诅咒变成睡美人 王子却无法闻醒她的电影 沉睡魔咒 相传很久以前 富饶美丽的森林国住着一个纯真善良的仙女 她生来就一对强大翅膀 上天还赋予她神奇魔法 瞪瞪手指就可以指挥小精灵翩翩起舞 轻拂断肢就能立即让她恢复原装 仙女也愿意和其他森林友好相处 即使来自人类国的男孩坏坏偷走了森林国的宝石 她也没有实行严惩措施 反倒把坏坏安全送出森林 坏坏心存感激 当她知道仙女惧怕铁器 便毫不犹豫扔掉自己最值钱的铁戒指 只为和仙女握手沿线 这一举动立马俘获仙女芳心 两人渐渐成为亲密无间的好朋友 仙女即将成年时 坏坏送给她一个真爱之吻 然而森林国和人类国本就水火不容 坏坏随着年龄增长 思想发生转变 也没能逃过贪欲的控制 不久 人类国国王通过坏坏找到森林国 并且心心满满 股东卫兵势必要拿下森林国 危难时刻 仙女从天而降 随即召唤出地下魔兽军团 将一波波卫兵像割韭菜般煮一脚面 仙女也没闲着 直接腾空飞骑 穿越卫兵群一脚撂倒国王 接着煽动翅膀 发出强烈冲击波 看翻一群卫兵 不费吹灰之力 把入侵者赶出森林国 但国王仍不甘心 临终前立下 谁能斩杀仙女 就能继承王位 迎娶公主的意愿 坏坏便假意去向仙女通风报信 重获信任 再下要迷倒仙女 趁她昏迷期间偷走翅膀 借机登上王位 仙女醒来后痛苦万分 她施展魔法 将随手捡来的木棍变成手杖 支撑自己身体艰难的前行 坏坏的背叛和伤害 让她不再向外界袒露真心 俨然一副高冷魔女的姿态 后来她从恋人手里 救下一只乌鸦 让她帮自己监视坏坏的动向 以便找机会复仇 多年后 坏坏要为刚出生的女儿艾莉 举办宴会 仙女闯入会场 当众给艾莉下了魔咒 在她16岁生日当天的日落之时 会被仿追刺到手指 陷入永世沉睡 直至获得真爱之吻才能苏醒 暴怒的坏坏立即下令 销毁全国纺车 还安排军队抓捕仙女摧毁森林国 然而仙女却用魔法筑起经济墙 就不允许外人侵犯到自己的领地 坏坏将女儿托付给三个小精灵 让艾莉过上隐形埋迷的生活 以防节外生枝 但小精灵们根本没有带挖经验 即使变带身体 也无法胜任保姆工作 甚至还给哺乳期的艾莉喂胡萝卜 搞得方圆百里都能听到艾莉的哭闹声 忍无可忍的仙女只好拍乌鸦助理 给艾莉送去花瓣奶嘴 让她开启乖宝模式 等艾莉学会走路时 他们就常跑去户外玩耍 有一次眼看艾莉快要掉下悬崖 三个没心没肺的小精灵 压根没发现 一直暗中观察的仙女在危急关头 还是施展魔法救了艾莉一命 艾莉也丝毫不畏惧高冷的仙女 反而亲切地叫她仙女教母 多年过去 艾莉出落成大姑娘 她总对森林国边界的荆棘墙充满好奇 也会向默默守护自己的仙女吐露真情 却不知自己的亲生父亲 正想方设法报复仙女 但始终未能攻破五肩不摧的荆棘墙 尽管后续派出的铁甲士兵团有了些许进展 可到头来还是被仙女守到擒来的魔法制服 而仙女本想亲眼看艾莉逐步走向毁灭 以解心头之恨 但她骨子里本是个善良之人 再加上长时间相处 慢慢被艾莉的天真感染 仙女也会情不自禁表现出顽皮天性 她渐渐意识到艾莉是自己的快乐源泉 森林国也因艾莉恢复生机 多了几分换生效语 仙女终于动容 她试图收回尘睡魔咒 然而为时已晚 没人能改变既定事实 除非世间有真爱之吻的存在 但仙女在定下魔咒前 早就将真爱拉入黑名单 更别提真爱之吻了 并且艾莉唯一接触过的同龄男孩 是只有一面之缘的异国王子 所以仙女对此不抱太大希望 不料艾莉在16岁生日当天 无意从精灵保抹口中得知了自己的身世 一冲动就起码感到人类国认清 到了即将日落的那一刻 果然有股神秘力量指引艾莉 一步步走向由魔力幻化而成的纺车 并促使她自动将手放在纺锥上 像咒语所说 陷入了死亿般的沉睡 心怀愧疚的仙女 最终还是选择放手一搏 她和乌鸦助理 带王子冒险潜入人类国 可王子一问过后 艾莉没有任何反应 仙女仅存的一丝希望彻底破灭 她走到艾莉床边忏悔自责 流下了伤心的泪水 并不由自主吻了艾莉的额头 没想到艾莉突然从尘世中苏醒 原来这才是真爱之吻 证明仙女16年来 每时每刻都在爱着艾莉 她心底的温情也被艾莉唤醒 但国王坏坏已在邪恶深渊中 彻底迷失自我 她撒下铁网束缚住 准备带艾莉出逃的仙女 仙女无力挣扎着 好不容易才使出魔法 把乌鸦助理变成喷火龙 扳回一局 可当她摆脱铁网 又遭到士兵围攻 眼看喷火龙也快要支撑不住 身着钢盔铁甲的坏坏 终于赶出面亲自狂虐仙女 另一边 艾莉在跑路途中 发现了锁在柜子里的翅膀 想起仙女曾说自己的翅膀被偷 终于明白了事情真相 就在坏坏拔剑刺向仙女时 突然被一道金光晃了眼 原来艾莉打破柜子 释放出了仙女被禁锢的翅膀 翅膀感应到主人便自行归位 使得仙女增强战斗力 轻松躲过来世凶猛的弓箭袭击 喷火龙剑撞立即来了精神 为仙女助攻 掩护她抓住坏坏冲破窗户 飞到炮台上决意死战 不料仙女又犯了心软的毛病 没有继续下黑手 不思悔改的坏坏反而背后耍硬招 仙女用尽力气抗争 连带坏坏坏落炮台降至半空 她展翅高飞 坏坏则不幸落地身亡 结束了所有恩怨情仇 最后仙女撤掉了荆棘墙 并封艾莉为森林国女王 一切又回到了最初的美好 人类国和森林国在艾莉手下得到统一 这是一部充满温情的童话题材电影 珍爱之吻的剧情大反转足以说明 一见钟情的王子公主恋 无法与一辈子难以割舍的亲情相比较 好了 喜欢一秒说电影的小伙伴们 欢迎关注评论哟 比心心